Le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土耳其人對上條盾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這個紅方選擇的是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挖黃金速度特別的快速 但是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土耳其本身是垃圾兵不太能用的文明 但是他的大陸馬卻是自動升級的 而且肉馬的部分還有這個多一點的遠防 所以他的肉馬也是最耐抗見識的一個肉馬文明 那土耳其人他的火槍也是特厲害的 這個土耳其火槍兵射得更快又更準 所以土耳其人的火槍突火往前推進 是一件可難纏的事情 但是在上上次的改版 土耳其人的火槍兵的射程有被削弱了 所以土耳其人的火槍推進其實沒有那麼有優勢了 因為對方的工兵是7點射程 只要工兵射程夠近 數量夠多的情況下 是可以反擊的回去土耳其火槍兵的 所以土耳其人的一個優勢 有點被削弱了一些 那土耳其人也可以打馬攻 他的馬攻的血量可以到達100滴血 非常坦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條盾人 那條盾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團隊加成是抗招響能力 所以他的馬即使沒有這個跑速加成 也可以吃到這個抗招響能力 讓自己的騎士不太容易被招響走 這一點讓他出騎士有出的價值 那條盾人呢 他的騎士跟這個近戰單位 步兵單位 都有這個一點的近戰防禦力的加成 所以他的坦度也是跟其他文明來說 是比較厲害一點 近戰更坦一些 威力更猛 那條盾人的後史主要是打一個工程器 配上騎兵步兵的玩法 攻兵路線不太行 但戰毛兵偶爾可以拿出來用 但也不太推薦 那他的鋼鐵甲呢 可以讓自己的工程器擋火變得非常的坦 但是只有近戰防禦力 遠防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條盾人來說 還是比較偏向於打遊俠 配上步兵的玩法 危機多一點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黃金在下面 果子在右方 黃金在右方 那有一塊附近是在左邊 這個左邊就比較慘一點了 那石頭在下方也比較不太好 那目前看起來 地圖上來說是不太差的 因為至少這邊可以圍死 也算好圍一點點 這邊如果小圍的話 看一下喔 這邊再稍微圍過來 圍死 小圍小圍 也不算難圍啦 而且裡面還有附金喔 土金也在裡面 至少有六十分合格 那牧區雖然兩片喔 但是都是比較厚的牧區喔 所以暫時被騷擾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看一下土耳其這邊 土耳其的地圖是金在裡面 那果子在右方 黃金在上方 下方有黃金 看起來是比陶多人這邊更好一點 那圍架的部分也比較簡單喔 這邊稍微圍一下 這裡圍過來 這邊圍到圍過來過來 就圍好了 如果他完全探完土的話 就會發現自己的土喔 超級好圍喔 但前期的部分 是不太可能看到這麼多細節喔 所以這邊一開始要小圍的話 其實很難圍喔 只能稍微正面圍一下 然後這邊稍微圍一下 然後這邊可能被陸清進來 這邊就防守這個地方 然後左邊可能就要圍到底 或是圍這裡 好條盾這邊直接打棒棒開局 然後按下了自己的箭塔 那稍微說明一下喔 條盾箭塔塔工 我會建議八個人去使用 那MBA 欸這個不是MBA龍 這個是VIPER 不好意思 我們稍微 調一下 OK 那VIPER這邊是拉了五村喔 這五村的話 會比較變得說 他的箭塔的優勢喔 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 箭塔本身來說 只要四村喔 就可以增加他的最大殺傷力 但是條盾這個文明喔 他是雙倍裝載量喔 可以到十個人 但我們剛剛說到 一般的文明只要四隻村民 就可以把這個箭塔 變成最大傷害力了 那如果是五村的情況下 這就是加五嘛 那如果他要到最高殺傷力的話 是八村 但是八村的話 就很傷經濟喔 所以 MBA這邊 前進繼續前插 這邊使用條盾塔工 沒有把自己的能力 發揮到最極致喔 這根箭塔也是 插的偏保守 好 但這邊還不錯的事情是 連環塔 那麥克爾這邊是兩個人挖石頭 這個石頭的數量有點少 可能還要再補一下 再拉兩個人去挖石頭 但他現在的目標也是不能斷存喔 所以待會這個塔工打完喔 還是要稍微繞一下喔 繼續插新的地方 好 這裡有兩隻槍兵走過來 好 土耳其人這邊轉出了小弓 好 看起來 BIPER這一波攻勢是喔 放棄了嗎 放棄了 直接去搶你的果子來吃 既然上不到你其他經濟 那我就來吃果子吧 BIPER這邊也是放棄的蠻果斷的喔 好 這邊想要包抄掉對方的工兵 工兵第一時間被收掉 槍兵跟棒棒稍微騷擾了一下 那土耳其這邊繼續挖黃金 然後轉出了工兵 後面的農田可能要多灑一點 但是現在農田只能往後灑 看要不要再補一個模仿喔 不然這個效率會很差 那前面部分的這裡都不能灑農田喔 也是蠻慘的 這一波還是有稍微傷到一點點 但並不多 好 挑戰這邊還補下了一擊的馬凱 想要用自己的肉碼去扛住對面的小工燒喔 這邊看到對手來 但沒有辦法擋 好 這邊想要再插一根箭塔 結果對手也是插了一根 但是後方有聰明被箭塔射 有機會拿掉這一村嗎 聰明被射出來 但殘血拉回去 這根箭塔要放棄掉了 OK 那逼對手插一根箭塔 其實就不插了喔 好 這一根殘血肉碼來不及拉走 還是被射掉了 看起來這一波的交換喔 MIP並不會太虧也不會太優 好 那黑雅這邊 後方的經濟被稍微棒棒干擾到了一下 被迫蓋幾個房子 好 那兩邊準備來進入到城堡時代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城堡時代 大家可以怎麼打 那土耳其上城堡時代 有個比較特別的開局方式喔 就是速城堡 也不是速城堡啦 是一般上城堡之後 馬上爆出肉碼 去控制對方老頭 然後再轉出土火 去壓制的打法 那這個打法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火槍兵也可以打這個騎士 雖然夠多的話 一發一隻騎士是沒有問題的 那對方老頭來招搶自己的土耳其火槍兵的話 肉碼也可以進行壓制喔 算是打對方的毛病 就是非常好用的喔 OK 那兩邊伸到城堡時代 Mipe這邊果然轉出了毛病 哇 這看來要變成我說的 遇到那套打法了嗎 那看要不要下個馬舊吧 這邊也可以下馬舊 那這邊下馬舊還有一個優點喔 除了可以出肉碼之外 也可以轉馬功喔 都可以去考慮的喔 去點一下自己的跟蹤技術跟品種 讓自己的馬功喔 也可以快速成形起來 但城堡時代通常不太會去打馬功喔 而是打這個土耳居多 那除非你的石頭真的被空到完全不能挖 才會去打馬功喔 或是打駱駝啊 騎士之類的單位喔 好 那目前看到了 Viper的條盾 騎士已經走得出來 天生雙防 天生就是一點近戰防禦喔 很坦的 這邊直接雙TC開農 條盾這邊的是3TC農 比對方更狠 當然這邊燒了也沒有停止 毛病加上騎士繼續干擾當中 兔爾青火香兵開始慢慢量產出來 好 家裡3TC開始農 哇 黃金挖的有點多喔 15個人挖金 好 兔爾青火香兵出來了 但是燒毛病傷還是有點痛喔 稍微拉打一下 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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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怕毛病 真的有點怕 剩一點點血了 把他抵一血 好 駱駝出來 客製對方條盾騎士的效果非常好 兔爾青火香兵出來之後 條盾要抵抗土魯的方式 就只有兩條路喔 一個是大量騎士喔 一個是毛兵 然後加生女 或是毛兵生女的打法也可以喔 生女的話也可以招降對方的駱駝 但問題就是 老頭的招降範圍喔 沒有這麼遠 他只有九射程 兔爾青火香兵走個兩步喔 射一下也是ok的 條段這邊呢 比較慘的是 他的肉馬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待會如果對方轉老頭啊 或是想用肉馬去阻止對手 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 這邊果然轉出青騎兵 尻掉了一隻肉馬 哇 圖火開射 哇 彈掉了一隻 這隻殘血跑掉 閃一下 好 肉馬過來解一下 後面有一隻騎士 想要幫忙 但是村民還是被彈掉了 ok 直接招降左邊這隻青騎兵 拯救自己的性命 剩下火槍兵 用騎士加上肉馬 就會搞定了 好 又一隻肉馬跑到前方 想要阻止撿生物 但MIPER這時候沒有抽撿 而是轉圖的品種 農田的部分也再慢慢撒得出來 農田越撒越多了 目前村民差距兩邊是差不多的 突爾奇火香兵對上騎士的打法 可能還是要配點駱駝眼褲 不然騎士太大量 突爾奇火香兵可能還是擋不住 用一隊突爾出去 這一隊的突火出去就是有去無回的 簡單來說就是要拿去送的 並沒有想要去打這個陣地 能偷幾隻村民就偷幾隻村民的概念 讓地方有點忙 好 但好像被看到了 騎士拉過來 直接抓包 但騎士第一時間沒有想要上去 突爾奇火香兵還在往前走 偷掉了一隻村民 右邊的村民要收村嗎 不收 不收村的話就沒有重計 因為一收村的話 經濟就會不好 當然這邊騎士上去直接硬砍 砍掉突爾去火香兵 哇 幹 解的多快啊 大量騎士硬解也是ok了 雖然 跑的速度慢了一點 幹 追不到 挑戰騎士就是這麼的可憐 追不到對方的肉滿 好 那可能城堡時代 兩邊就是打一個Kainon 不會有一個大場面 頭槍兵的部分也沒有很積極的再出 好 這時候突爾奇人點下了手推車的升級 好 但是有少量落馬直接騷擾到這邊挖 黃金跟挖木頭的村民 左邊這一對騎士還在繞 沒有倒到破口 但這邊落頭過來了 要扛住有點困難喔 所以說數量其實有點多 試打是應該ok 換掉了一隻騎士 好 上方落馬兩邊在互打 好啦 結果還是有一隻騎士被招翔走囉 小盾騎士雖然有抗招翔 但時間依久還是有被招翔的可能性 好 歹可這邊補下了更多的馬舟 看來是想要來打個大馬爆了 來 補下了一個宗教狂的 增加一下老頭的移動速度 可能想要搭配這個黃金冰種 直接潛壓 好 騎士的數量有點多囉 17隻的騎士 那兔爾切人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帝龍時代 馬卡的部分也再升級上去了 這裡補下了第四個城鎮東西 後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看來條盾這邊防守來做的還不錯 聰明差距呢 兩邊只差距兩村而已 並不是非常明顯 條盾這邊點下了帝龍時代 時間差距約為一分半而已 好 騎士衝進來 結果即時收村 沒有村民被斬殺掉 好像有一隻啦 這一隻 那 土耳其人這邊開始升級了工兵的 傷害 可以點下了彈道學 可能是想要讓城堡 可以設的更準一點 那這邊開始在轉馬功喔 唉唷 轉馬功路線其實也是不差的選擇喔 因為條盾的防禦加成喔 只有近戰防禦力 遠防是沒有吃到的 所以土耳其人這邊要打對方的遊俠 搭配馬功配上駱駝 其實是一個不差的組合 那就不用死亡槍兵喔 斗力是不能阻止遊俠的 但是重裝駱駝配上馬功的話 就有料了 那當然也可以配一些老頭 但可能效果並不是很好 抗著想還是有點厲害的 好 那白跑這邊拉了一些村民 應該是想要往前壓寶 當然這邊好像看到對方的 單位入境喔 有看到對方的兵過來 好 開招 第一時間想要是老頭 老頭在高地擋住了 第一發的箭矢傷害火了下來 後方的騎士想要做包夾 但左右兩邊散開 好 土耳其這邊馬上補下重裝駱駝 還有三級射 埋盒把城堡蓋在這個高地 好 利用實彈以上 會馬上升級重裝騎士 還有三級的 騎兵鎧甲 哇 這邊馬功射到了老頭 還有一隻村民 但老頭沒有死了 哇 射兩滴 好 點下了三級的馬鎧 重裝騎士升級當中 哇 補下了第五個城鎮中心 OK啦 這邊經濟真的是好到一個不行 好 這一波騎士應該是秒空了 送掉了 上方騎士要往前衝了吧 但是只拉了幾隻騎士進去裡面探探路 並沒有把自己的本隊往前送掉 因為自己的重裝騎士 已經換到升級好 還有三級的馬鎧 這邊送掉自己的騎士 就讓騎士不太明智的選擇 這邊MIPER賣掉了大量木頭 換了四百多的黃金 然後上一個來升尤俠了 尤俠需要一百一千三百肉 還有七百五十的黃金 這邊黃金跟肉量都已經夠了 OK 馬上點一下 游俠 那游俠出來之後 三攻應該也會有 哇 三攻三防 游俠動金好了 看圖爾希恩這邊駱駝 眼睛升級上去當中 二防還在點 好 重裝騎士再次找到了 PIA的村民 馬攻的數量還是沒有那麼理想 但已經先點下了 彩翼騎兵 彩翼騎兵點完之後 血量會再多加二十點 重裝落書還會再多加十點 那最後的血量就是一百滴了 好 這邊變成九十滴 看他把他趕快補下重裝馬攻 這裡沒有重裝馬攻的話 傷害還是有點差的喔 好 直接用騎士上前 但是後方有三隻老頭在招翔 招到了一隻兩隻 招到兩隻騎士 但老頭第一時間還是被重裝騎士砍掉了 只剩下一隻回到了城堡 留下的時間還有三十秒才升級好 大概很順利的 拆掉左邊的城鎮中心 上方的騎士目前還在繞 但沒有繞到太多東西 反而是被重裝駱駝抓個正著 好 這邊重裝駱駝開始打出自己的傷害來了 好 但遊俠一升級好 這邊可以考慮反打囉 好 這邊吃一下城堡的傷害 OK 反打回去 效果其實不賴 遊俠打重裝駱駝的話 其實是5-5開的喔 雖然重裝駱駝本身是 Counter 騎士單位的 但重裝駱駝跟遊俠 跟條隊遊俠比起來 其實 沒有到非常這麼的有壓制性的感覺 雖然還是壓制的 大概5-5開吧 但我覺得沒有到4-6開這種感覺 已經駱駝防護率太薄弱了 沒有這個駱駝額外加成的情況下 跟遊俠互打 我個人認為喔 是5-5開的 並沒有到6-4開這種感覺 遊俠還是5分喔 並沒有4分的感覺 好 這邊達人遊俠直接衝到了後方 來看這邊遊俠互打 哇 你看這個傷害 超痛啊 駱駝直接被砍掉了 所以這邊其實條盾 單純只要出遊俠 配上槍兵 也都可以打得回去了 甚至再合影點 轉一下奴炮啊 投資車都可以 但是轉奴炮投資車 要遇到 吐爾西的火炮術的問題 好像被改成砲兵了 以前叫火炮術 那這個砲兵科技呢 可以讓火炮射程加2 讓他變成火炮射程最遠的文明了 14射程的火炮 非常難纏 一般的文明都是12加1 13射程而已 14射程的話 就會更好解 這個投資車或弩炮 就可以先行預判 預判的這個路徑 好 這邊遊俠直接反打回去 誒 怎麼在移動呢 OK 看起來駱駝打不太贏 好 這時候條都能頂上了3級的伐木技術 好 後方抽名被抓掉了非常多隻 再砍個一刀 收掉 哇 你們看這個駱駝過來 如果駱駝損失慘重 4隻駱駝 打不贏5隻遊俠 所以 感覺真的是沒有比較優勢啊 5-5開是真的差不多了 好 但是這邊的駱駝數量很多 假如駱駝數量夠多的話 還是能反制回去的喔 所以這邊就要看 快打這邊的空兵如何 這樣上方兩邊都會開打 上方的遊俠正面衝鋒 但是駱駝數量實在太多了 這邊駱駝數量高達快20隻 那下方的遊俠雖然有跟正面的馬弓互靠 但是左邊的遊俠也在極力抵抗當中 這邊遊俠非常大量 怎麼那麼奇怪 怎麼左邊那麼多遊俠 好 但BIPER這時候把所有的遊俠開始拉走 正面遊俠即也在前保下方 但沒有先上前往前 直接拆除正面的巨型頭斯滴 這邊防守看起來做得還可以 後方到處都有遊俠再串一串去 這一波BIPER的多線騷擾 看起來有點成功喔 但遊俠的數量還是很多 目前還是有三十幾隻的遊俠的數量 再繼續往前補 現在到處都有遊俠在騷擾自己家的領地 紅田後面有點被弄爆了 這裡遊俠也不管到底有沒有城堡 直接就是往前衝就對了 砍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一台巨型偷視機 還拆掉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一波的傷害 黑拉有點受到了一些傷害 村民只剩83村 BIPER這邊村民住有135 村民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拉了一些遊俠回來手下落馬的騷擾 好 左邊這一塊挖石頭的村民居然沒有被發現 但是正面的城堡感覺快要扛不住了 這塊野獎能夠挖乾淨嗎 好 但這邊大量遊俠來了 這一波遊俠可能是決戰 馬弓這邊高打的傷害非常的高 射掉了一些遊俠的數量 但一定要拉一些遊俠去後面打這些重裝馬弓喔 讓後面的馬弓過得太舒服 好 這邊包夾看起來也算不錯 後面也拉了一死之遊俠 到了後方攻擊後方巨型偷視機 這面的馬弓也在上面被包圍住 遊俠又依序的補了過來 但是後方城堡被打掉了 這面的遊俠還在去往前補 落頭的部分開始往後補了過來 稍微抵擋住上方的遊俠的攻勢 但是下方的落頭就全部死光 這面的遊俠開始進攻了最後的馬弓 馬弓的部分沒有開始拉打 而是反而在原地開射 原地開射的後果可能會被遊俠換掉一些數量 但至少正面的戰鬥 還是有土耳其這邊拿下第一波的大交戰勝利 哇 這一波條盾看起來並不是很虧啊 還是有拆掉很多工程器跟駱駝 馬弓也是啊 哇 這一場真的是蠻熱血的 前幾天其實就有看到 但我一直有遇到不要拍 因為這一步其實有點 怎麼說呢 就是後期大戰互打 但還是挺熱血的 這個看起來這把還蠻好玩的 這個遊俠沒有想到可以出到這麼多隻 我以為才出個可能十幾隻 或者是不到一百隻左右吧 我都看起來很怕要出到兩百隻的遊俠 哼 VIPER這一場 就是把所有的資源全部投資給遊俠 什麼步兵鎧甲什麼弓兵那些都不升 就是遊俠一條線 好 這邊來挖時候發現對方也在挖 好 村民部分又補了一些出來 後方又有大量遊俠直接衝了進去 城堡跟城鎮中心也都會防守 現在家裡有三座城堡了 好 防守意識非常的 非常有意識啊 非常的好 好 那這邊石頭不挖 直接把村民往下開始挖伐木 好 但遊俠要過來了 可能夠逃得掉嗎 好 這邊馬弓撞到遊俠 要開打嗎 你看這馬弓射遊俠其實很痛喔 白血的馬弓 路上遊俠其實坦度還算不錯的 剛剛跟正面遊俠砍那麼久 死掉的馬弓數量其實也沒到非常誇張 好 這邊可能可以包夾 上方不能繼續走 這邊在尾也來不及 格鬥應該是能跑掉了 好 遊俠的部分還在下方騷擾 這邊轉出的是弱駝加上弱馬 還有少量的馬弓 錯的血轉成一個機動性部隊的單位 火槍並沒有在打了 好 迫克把所有的野精都挖乾淨 吃乾抹盡 好 上方應該是圍不住 好 但這邊遊俠可以包抄 趕過來嗎 直接往上走 這邊再圍 來得及敲下去地基嗎 有 完蛋了 這波包夾可能會很慘 哇 又被砍掉了一些事 但這裡沒有圍好 尷尬 但至少這邊死上了 快要十隻馬弓喔 這一波交戰來說 條盾還是偏賺的 好 上方的尺寶雖然掉了 但這一波馬弓沒有控好 又損失掉了一些數量 看起來突然欺人有點窮山水盡喔 黃金完全歸零了 但好消息是喔 他的黃 修道院裡面有一個聖物 可以讓他慢慢產生黃金喔 條盾這邊則是四個聖物 產生黃金當中 所以到了後期喔 條盾最後的黃金量 還是優於圖爾奇這邊的 圖爾奇這邊可能要打燒老 還是要用自己的肉馬 如果遇到對方肉馬 一直在燒老家裡的情況 如果一直把遊俠放在家裡防守 其實武器實際的 所以待會 一待會調整可能還要再思考 要不要轉一下步兵的鎧甲升級 轉線槍邊在家裡防守 然後用大量遊俠直接正面A過去 這也是可以考慮的範圍喔 上方有少量遊俠也在鎖豬帶兔 肉馬開始侵擾 Viper下放村民 三級龍一點下了 巨星頭司機要來開拆城堡了 可惜 黑拉這邊肉馬數量來到了非常多 70片農田狂暴肉馬 這邊肉馬防務率還沒有升完喔 三級馬卡也沒有點 拉了一隻肉馬去打老頭順利收掉 這邊拉了一些村民往前蓋採礦桶地 想要把這300塊的黃金也挖乾 現在Viper的黃金也已經歸理了 後方大肉馬瘋狂騷擾 但Viper並沒有轉出步兵鎧甲升級 或是重裝場槍兵什麼都沒有 這邊條盾 正面扛住這一波 差有機會打得贏喔 土耳其這邊可能就要趕快全力防守 火炮再發個一炮 哇 其實我沒有爆 後方的老頭招翔 招了很久只招到了一隻 遊俠 更多遊俠補了過來 馬功射擊還在舒服當中 但只有16隻了 16隻的傷害其實沒有那麼可觀了 好 現在上面的遊俠也開始出動了 要來多現騷擾當中 Viper家裡剛剛也是被騷擾到了一些 大家一直有這個遊俠在防禦當中喔 這裡白馬騎士扛得非常的好啊 真的覺得七色的遊俠很漂亮 這個配色我覺得很美 七色配白色 有種神聖的唯美感 好 遊俠的數量還有47-48隻 數量上來說還是不錯的 居井托斯基這邊拆的很辛苦 但兔爾西這邊沒有黃金 買賣一波 取了黃金之後買了石頭 正想要說他沒有石頭了 好 當然家裡一直有這個大洛馬過來騷擾 當然家裡一直有遊俠在防守 所以問題也不是太大 但是現在唯一的重點喔 就是要趕快把這邊的 巨頭時機守護住 欸 這一隻我們沒有再繼續攻擊了 好 遊俠的部分要往回拉一下 數量越來越少囉 只剩下43隻的遊俠 後面遊俠的騷擾也被阻擋掉了 好 現在只剩下這邊這一層的突爾西人 能夠打下來這一波嗎 OK 再打到了一發 城堡的血量4800滴 好 這邊肉馬迂迴戰術 突然一個回頭想要來插巨頭 這裡沒有騙到 百姆這回防速度非常快速 OK 遊俠再次站上了高地 想要繼續進攻 但這邊天啊又被迫辦了一堆 木頭跟石 木頭跟食物 去換黃金 帶黃金 還要再多一點才可以買到一個石頭 100石頭又買了起來繼續防守 好 當然這邊巨頭時機出來 想要遠距離偷拆一下巨頭 有機會拆得掉喔 好 這邊大肉馬要抓到了伐木工 非常多的伐木工開始往主移動 好 家裡的村民也是被肉馬燒爐當中 但還好這邊肉馬沒有馬凱啊 很好解啊 好 當然這根城堡快要扛不住 遊俠要往前了嗎 可能要拉個一隊往後手 這邊肉馬有機會耶 但這邊忙著抓村民 所以並沒有第一時間喔 去抓掉這台巨頭 這台巨頭居然有機會防守下來嗎 但是正面遊俠開始突破崇尾 把這邊的駱駱全吃了 後面的馬功 沒有駱駱的肉盾抵擋 直接被逼退了回去 但這邊看起來條陣又被逼退了回來 看一下要不要把這些遊俠 放到城堡裡面補一下血 這個殘血的遊俠補滿血 又是一條好漢啊 快點發現 條陣已經沒有城堡了 怪怪的 這邊條陣被迫轉了一些肉馬 雖然肉馬不能升級 但先有三級馬凱 還有三級的防禦力喔 直接拿去殺老對手 也是一個不錯的擊戰力 雖然就是傷害差了一點 血量少了一些 黑拉雖然沒有守掉自己的城堡 但家裡還有三座城堡 是難解肢鐵 而且這裡馬功已經解掉非常多的單位了 擊殺了至少30隻的遊俠 但麥克這邊的遊俠擊殺數量更多 總計殺了60隻的單位 家裡的遊俠也在繼續防守當中 看這個條陣最大的問題喔 就是 遊俠真的跑得很慢喔 大家可以看這個 打這個肉馬 打遊俠只有一滴血 進防七阿 他八攻 打一下遊俠一滴 好 波馬開始騷擾 這邊遊俠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時候黑拉突然打出了 結局 哇 最後viper出了263隻遊俠 一般的比賽來說 要出到200隻遊俠就很不容易了 這邊出了居然 還多了快整整60隻的遊俠 這個數量真的是很不可思議喔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viper 拿下黃金的勝利 真正贏了快一千黃金喔 當然是聖屋產生的黃金很多喔 那野精的部分 也都是由viper全部拿下 那食物的部分也是條盾這邊 拿下的勝利喔 因為這個農體很便宜嘛 而且也有三級農 到了後期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加成 那後期 土耳其人這邊後期 有點打得很慘的原因喔 主要是因為斷金的部分喔 而且正面城堡也沒有守住 而且條盾的遊俠實在是太坦了 用肉馬真的是效果不大 雖然一直打村民喔 有殺到村民還不錯 但也就只是燒喔 也沒有辦法給條盾 達到重傷的效果 那反而是自己的阻力喔 馬攻數量越來越少 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玩了 最後數量也只剩下 少量的補刀十字的數量 所以這邊打出GG也是合情 合理的範圍之內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